大家好,这里是宇哥 今天呢,是我2019年的Ride or Die 所有的彩妆的最喜欢的单品 我们每一个步骤选出来一到两个产品来跟你们分享 那就是我目前呢,如果我要逃难的话呢 我只能带一样产品 或者两样产品,不同的场合的话 我会带什么产品 然后今天这些呢,都是我2019年目前最喜欢的 那有几个可能跟我上一次做的那个Ride or Die 是一样的单品 真的很喜欢它们才会把它们留到现在哦 所有的Ride or Die呢,都在这个里面 居然把它装满了 我觉得我要逃难的话,这么多都是要带的也挺多的 我今天脸上这个妆容呢,不是用他们画的 是我今天上一个视频录的妆容 然后我会在今天这个讲解的视频之后 然后再用它们呢,录一个能够直观的看到我最喜欢的彩妆上脸的效果是什么啦 然后今天的视频最后呢,是一个送礼环节 我今天会送出一些圣诞礼物给我的粉丝们 因为到年底了嘛,我想说回馈一下我的鱼丸 然后我就在斯芙兰呀,还有各种地方买了一些圣诞的单品 然后想说送给几位 然后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到最后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产品 OK,首先是妆前,分成三个产品 第一个呢,就是保湿的妆前 我最喜欢的呢,还是这个Bobbi Brown的Vitamin Enriched Face Base 就是一个维他命妆前霜 这个如果你看我视频的话,应该知道吧 它基本上出现在了我每一个视频里面 乳霜状的质地,非常的轻薄 它的好处就是,你只需要一点点的量 大概一个黄豆的大小就可以涂一整张脸 然后能够给一个非常即时的保湿 你在上妆之前用它,它不会跟你的底妆搓泥 但同时又能够让你的底妆很服贴 它有很清香的味道 这种水果香味 有时候为了妆效好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是只用一个保湿的水 然后再用它直接上脸 再加我的底妆就开始化妆了 我当天可能就不会用防晒霜 就如果我想要让我当天的底妆不出问题的话 我就只用它,因为有时候防晒或多或少都会跟我的底妆搓泥 这个就是我非常非常信任的一个妆前乳 然后接着呢就是肤色校正型的妆前乳 我自己平时皮肤是有一点点泛红的 如果你看我的素颜的时候呢 我皮肤会有一点点轻微的泛红 没有到红血丝那么夸张 但是有一点点的发红 然后我如果说想要去校正它比较严重的时期呢 我就会用这个 这是Makeup Forever的这个绿色的妆前乳 这个是我的老粉的话也不会很陌生 因为我其实用它在我的视频里好几次了 包括我上一次断舍离唇膏的那个视频里也用了它 因为它去红的效果非常的显著 当时手上花了很多到那个唇膏嘛 它有点洗不掉了 我就用它涂一下 立刻可以消除我手臂的那个泛红情况 然后这个是我在Makeup Forever上课的时候 基本上每一节课都要用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根据你皮肤的问题去选择 有一个是黄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粉色的 还有一个是紫色的 那用的最多的呢就是黄色跟绿色 那黄色那一管呢 对于亚洲人来说是一个提亮的效果 粉色那一管呢也是提亮 但是会相对来说更适合皮肤偏橄榄 以及就是翻冷的皮肤 然后紫色那个的话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推荐 因为紫色那个用在亚洲人脸上会发青 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黄色跟绿色的这个 它质地也非常好 它是乳液状的 就它非常的好推开 然后好处是什么呢 它也是完全不会跟你的底妆搓泥的 它推开以后像晃化成水一样 跟你的皮肤就融合了 很神奇 真的是很神奇 我觉得Makeup Forever他们的一些产品 真的做的是相当高级的 就干掉哦 就完全没有说任何存在感 你使劲搓的话 它也不会搓泥 所以你在这样子的base上面 再去上你的底妆呢 它都是完全OK的 所以这个妆前乳 是我目前用下来最喜欢的 一个肤色校正的妆前乳 然后接着呢就是毛孔修饰 那毛孔修饰的话 一般我很少会用大面积的 我都是局部的 那局部呢 我就是用这个NARS 一个膏状的产品 挤出来以后像一个唇膏一样 它是无色的 然后比较有硅感的一个成分 但是它其实在脸上很滑 就是你基本上把它推开之后呢 你用手轻轻的剥两下就好了 有一些做的不太好的 这种类似的产品 它会比较容易有皮屑现象 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因为我觉得它膏体相对来说 比较硬一点 它虽然硬 但是在皮肤上面很能够 薄薄的一层覆盖你的毛孔 然后你再用手轻轻的滑开就好了 不会导致你毛孔中卡太多的屑屑 我有一些视频的时候 我一开始会用这个 去遮一下我的毛孔 这个真的非常有效 你的毛孔就瞬间隐形了 所以这三个是我最喜欢的妆纤乳 我都不能够没有 接着我们就来说遮瑕 遮瑕产品呢 我也选择了三款 根据不同的作用吧 第一个就是Steela这个多色的遮瑕盘 它其实也是一个校色盘 它里面有很多颜色 看我视频的话都不会陌生的 我经常用它 然后它的质地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偏润一点的 在脸上丝毫不会卡纹 但是因为它质地偏润 所以它比较适合用在 你的粉底液之前 就它能够很薄 然后很润的 跟你的皮肤融合 所以它里面这些 比如说像遮黑眼圈的 三维鱼色啊 绿色啊 粉色啊 黄色啊 它都有 你可以在这个盘子里面去混合 有时候我会用这个绿色 跟这个黄色去混合 达到一种 偏绿一点点的 肤色遮瑕的效果 要不然你这个绿色 在脸上会很突兀 那这个盘就刚好可以帮你解决 然后它又因为质地比较好嘛 所以不管是冬天夏天都可以用 我如果想要用类似这种产品的话 我都会去选择Steela 下面这两个是干粉状的 我有时候用 有时候不用 因为它们的质地 也没有说做的特别好吧 但是有一定的定妆效果 如果说你手边没有别的粉饼定妆的话 也可以用这两个颜色 这个紫色是有一点点提亮的效果的 你可以用在眼下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肤色的粉饼 你可以用它来定妆 然后定你遮瑕过的部位 这个真的非常方便 这个是一个古董级的产品 然后接着呢是一个遮瑕膏 是专门用来遮痘印的 我最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毛鸽瓶 然后它的色号是102 非常小巧的一块 我都把它带在身边 然后它的质地就是 我觉得刚刚好用来遮痘印的 因为它比较偏硬一点 你取的量也不用特别多 我一般就是搭配我自己的那个原址遮瑕刷嘛 点在上面 然后去怼在我的痘印上 就可以了 它真的是事半功倍 非常快速就可以遮痘印 而且它不太会移味 因为它偏干 不太会轻轻一碰就擦掉的那种 但是遮别的我就不推荐了 比如说你要用它来遮黑眼圈啊什么 它可能就会有点干 会有点厚 所以遮瑕膏的选择 一定要知道你要去遮什么 然后这个就是专门用来遮痘印啊 或者是雀斑啊 这种比较点状的瑕疵 需要很精细的去遮盖的部位 然后呢如果是遮黑眼圈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最万能的一个遮瑕膏 就是美宝莲的Fit Me 这个也是我最近一次爱用品里面提到的 它呢我其实用它遮黑眼圈 用它遮大面积的面部的肤色不均 都是用它 算是一个比较万斤油的遮瑕膏 但它遮痘印就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持久 它质地比较滑顺 它很容易就推开了 然后最棒的是它的延展性很好 延展性好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跟你皮肤大面积的区块进行融合 你不会看到一坨在那里晕不开 然后它也可以就是大面积的当做一个底妆去用 像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不喜欢用粉底液 我就是直接用这个遮瑕膏全脸去用 所以它被我消耗的很快 你看它已经半罐没有了 这应该是我第二条 所以我其实有点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整个冬天我都很依赖它 我最近冬天的用量就会非常非常多 那夏天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些 就只是当做眼下这个部位的遮瑕 对反正这个我也是非常喜欢 评价好用 有些人说它会有点容易氧化 那你颜色选择上面就不要选择太深的 我的色号是10号 跟我皮肤融合的很好 接着就是说粉底液粉底膏粉条之类的东西 我不会全品类去说 比如说气垫啊 然后粉条啊 粉霜啊这些我都涵盖 我只会去说那些 我真的平时用的比较多的产品 那第一个我一定不能没有的 就是毛个平的粉膏 就是毛个平 又是毛个平 就是我今年超级喜欢他们家的东西 你看我已经用见底了 然后我也回购了 我的色号是M03 我自己肤色其实是黄二白 那我比较喜欢就是跟我皮肤贴合的很好的那种颜色 我不喜欢太亮的 因为太亮的上镜会显得我脸更圆了 所以这个颜色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刚刚好 偏好那种提亮的话你就不要选这个色号 然后我一般用它呢有两种用法 一个就是用它自己的粉铺 就是他们家自己的粉铺 然后另一个就是用雨季新出的那个芝士粉铺 因为芝士粉铺那个面比较大 你们自己去选择都可以 都是OK的 但是你不要用刷子 也不要用美妆蛋去上这个粉膏 因为是绝对贴不到你的脸上的 这个粉膏质地它很硬 很硬的话呢 它跟遮瑕膏的那种硬的程度差不多了 就要你用一些弹性非常好的产品工具 去把它怼在脸上 你就直接用那个粉铺按上去 怼怼怼 很用力地怼在脸上才可以 然后你怼在脸上之后呢 它非常贴 很贴 不会斑驳 然后也不太容易脱妆 出油之后呢 它会给你的皮肤融合得更好 因为它是膏状的 它算是溶于油不溶于水的 所以你要是出去水上乐园啊 或者甚至是夏天很热的时候 它都不太会溶于水 所以这个底膏真的是非常持久 我自己很喜欢 不管是冬天夏天我都喜欢 反正我脑海里 如果我只能选一个底妆的话 就是它 然后接着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粉底液啊 粉底液的话 我想了一下 因为我冬天不太用粉底液 那其他季节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因为它的遮瑕力比较高 所以刚好可以跟我这个 毛隔瓶的进行一个搭配 毛隔瓶这个 虽然说它妆效很棒 但是它遮瑕力不是很高 那这款就是可以完整的 去补充它的那个短板 对 然后这个我的色号是NC15 NC15的话 它在我的脸上有一点点的提亮 然后也算是融合的蛮好的 它就是奶油肌 不太会出错 因为我个人是混油皮 就至少在春夏秋是混油皮 冬天是混干 那我混油皮的时候用这个 就是它可以跟我皮肤非常的贴 真的很持久 而且不太会造成你 长时间带妆 遮瑕力会减弱的现象 然后只要定妆过后呢 它都不太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我真的是最喜欢的就是它 而且它这个瓶子很小巧 你出去带着也方便 然后呢就是粉饼状的东西 粉饼呢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说这个 但是后来我又想到了另一款 我就一起说吧 一个是Makeup Forever的这个 这个是我今年说的最多的一块粉饼了 就是因为我买了它之后 就一直在用一直在用 我搭配的就是姜桃的那个斜角的小胖刷去刷这个 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比较适合夏天和油皮 因为它比较雾面 遮瑕力非常高 上妆迅速 几乎是不太需要用到遮瑕膏的 就非常高遮瑕了 作为一个粉饼产品 瞬间的让你不需要再去装前遮个瑕 装后再遮痘印什么的 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 但是它在秋冬的时候会很干哦 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过 这个在冬天就不OK了 那我就突然想起来 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个粉饼是 Armani的这款 这个粉饼其实应该也是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最近被这个Makeup Forever的粉饼的风给盖过去了 这个是我前两年最喜欢的粉饼 我个人买粉饼比较谨慎 因为我用的比较少 然后下面有一个它的粉铺 也是双面的 一面是有毛的 一面是粉铺的那种海绵 它比Makeup Forever的粉 要更容易融进皮肤里 就它更丝滑 上妆有一点断光的感觉 不是纯雾面的 那这个真的是纯雾面 这两款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皮肤偏干一点的话 去买Armani的 如果你皮肤就是有很多瑕疵 然后比较油的话 就买这个Makeup Forever的 这两个饼我都喜欢 上妆的话 我也都是比较喜欢用那个 姜桃的斜角底妆刷去上的 我其实补妆的东西呢 我都不太会用它们两个 因为我觉得用 有遮盖力的东西去补妆的话 有时候会造成你粉太厚 我一般补妆是用这个 范晴Beauty的蜜粉饼 这个蜜粉饼也是我今年的最爱 它是没有色的哦 它没有色的 就是你虽然使劲的去擦 它也只是很薄很薄的一层 然后你在脸上 它就完全隐形 两个好处 一个就是 它上脸非常薄 不管你是干皮油皮 都反馈都非常好 我以前做过一个 蜜粉散粉的测评 开架贵架 我都做了一共两期的视频 里面这个就是进了我的红棒 很轻薄 控油效果又很好 就是我觉得一个定妆粉 它主要就是定妆嘛 它不应该改变你太多底妆的 遮瑕效果 所以它就是一个定妆的产品 而且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皮肤有点微微出油 你就用它里面自带的这个 小小的粉铺 它是个绒毛面的 你就轻轻的去按一下 就像一个细油面纸一样 你的这个底妆 瞬间就回到了 很精致的感觉 它不会有很多 蜜粉饼补妆的现象 就是你一按上去之后 你的那个原本出油的地方 就会出现一条一条的 或者是白芝麻 就感觉你的粉都被压干了 然后扁在脸上 很难看 这个不会哦 这个真的很好用 然后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它粉够细 最喜欢的 就定妆 补妆 都用它 而且它里面有个小镜子 就很方便你出门的时候 check一下你自己 够不OK 它唯一的缺点 有一点点大 它有点厚 所以 如果它能再做薄一点点的话 就是完美 无限回购 这已经是第二块了 就按照我上妆的顺序吧 先说眉笔 其实眉笔呢 我今年用的最多的 其实是语极的眉笔 但是太偏心了 就不说语极的产品 就说我第二喜欢的别的品牌 那就是Fenty Beauty的 是我最近用下来最喜欢的眉笔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它的笔心做得很好 它的笔心是极细的 就是我喜欢极细的 然后呢 第二点呢 就是它画出来是粉雾状的眉 我今天其实也是用这个眉笔画的 它这个笔心的质地很好 它画很多条都不会结块 然后你可以就慢慢慢慢的 去把它填补起来 另外呢 它颜色选择非常多 我的色号是Medium Brown 它的另一头呢 一个这样的小牙刷 这个小牙刷 我觉得其实比很多螺旋眉刷要好用 就因为它是比较密集 然后它又比较窄 所以你在刷的时候 它有一种 能够把粉刷得更匀的感觉 另外我要说的就是眉粉 眉粉我选择了两款 这个我觉得是我的老粉 就不用我说了吧 这个Integrate的这个眉粉 已经被我用到这个样子了 它是最老款的那个 三色的眉粉 我为什么会喜欢它呢 其实这个款 它的粉压的是比较松的 应该是我用下来 眉粉里面压的粉最松的 但是我一般用眉粉 它的作用主要是定妆加填补眉毛的缝隙 我今天也用了这个眉粉 就是填补在这个眉笔的缝隙之内 真的有天没天差很多 而且虽然说我现在是有点黑发的人了 就是黑发 我以后好久没有染发了 我还是会喜欢用一点点 这样子黄颜色的颜色 去做一个 就像是在脸上上bronzer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 就如果你是一个很死硬的一个 黑色的眉毛的话 它看起来很没有生机 然后你要是用了一点点这个 黄色呢 或者再用一点点深褐色呢 去前头和后面 做不一样的过渡 就有一种给眉毛做了调染的感觉 就会有一个很好看的过渡 所以这个眉粉 在我这里的作用呢 就是一个甜色的作用 它的粉压的松或者石 其实都问题不大 但是颜色我很喜欢 这个integrate 这个真的是我的最爱 如果你们说我老粉的话 就知道我用过 真的是每一个视频里都用 后来我就慢慢少用它了 因为实在出现的次数太多 频率太多 然后另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眉粉呢 是苏库的 这个也是我的第三款苏库的眉粉了 我其实在视频里 好像蛮少说苏库的 但是苏库的眉粉 它好用就好用 在它的刷子好用 这个是新款的 你们看过旧款的话 它是稍微再大一点点的 然后里面有两个刷子 新款的是一个刷子 它是双头的 旧款也是这两个头 但是它把它做成了两把刷子 然后这个刷毛真的是非常好 它这个眉粉压的就是相对来说 软硬适中吧 不算很硬也不算很软 你去直接用这个刷子占去 你完全不需要用到眉笔 我个人的使用习惯了 还是比较喜欢这样子去搭配 就是眉笔加染色型眉粉 这个呢就是如果你想要省事的话 就带这个眉粉 你不需要再用到两个人 对 这就是一个人可以搞定 然后它刷子里面也自带 所以你们自己去选择吧 这两个我都喜欢 然后最后呢就是一定会用一个眉毛语仪 其实我也没有用过很多个 这个是Brow Lash EX 这个就是我用完了大创之后 我就用了这个 因为大创它们不是有致癌物吗 这个就至少我没有听到 它有致癌物的这个消息 所以我一直都在用这个Brow Lash EX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日本品牌 OK 眉毛说完了 接着就是眼影 其实眼影真的是最难最难说的一个东西 因为良心讲 我今年用的最多的眼影 真的就是雨肌的滑彩 这个完全不需要去隐瞒 然后雨肌的滑彩里面 为什么我一直用它呢 就是我每次出差都戴这一盘 因为我就是把我最喜欢最常用的颜色 做成了这盘眼影 所以它才能成为我最喜欢的眼影 然后里面所有的颜色我都喜欢 所有的颜色用在我脸上 我都觉得是 驾轻就熟的感觉 因为我就是喜欢了它们很多很多年 然后把它做成了一盘 配色我个人很觉得很和谐 在我脸上用百用不厌的颜色 虽然说感觉是很安全的配色 但是它用在脸上 你就是越画越好看 就华彩它的这个好处就是 你看它很普通 但是你越用越喜欢 就因为它的颜色 就是非常称亚洲人的肤色的 它不会过火 这个里面没有很奇怪的很跳脱的颜色 最跳脱的应该就是中间这个眉色了 眉紫色吧 但这个眉紫色在脸上晕开之后 也很高级 就是刚刚好的那一点桃花眼和妩媚的感觉 所以这盘我真的 今年最喜欢 然后不想太多说它了 就是可能我今天所有的产品里面 只有这一个是 我真的很想要放进Rylo Dye里面 去说的语集的产品 其他我都可以找到 我会更想推荐给你们的产品吧 或者说不想要 include太多语集的东西 我就说点别的 但这个我真的 就是最喜欢 没有第二个人了 那如果你就是不想买语集 我再推荐一个 但这个也不太好买哦 是这个 这个是NARS的Wanted 这个就是我的Rylo Dye 这个你们看了我的断舍离眼影的那个视频的话 就知道我眼影很多 我选不出来最喜欢的 太难了 因为眼影这个东西 它完全是看心情去变化的 除非你就是 像华彩这种 就是我个人的 最爱的集合盘 之外呢 你就很难去找到一盘 能够完全 把你所有最喜欢的颜色都融入进去 那Wanted应该算是最接近 就是最实用吧 然后这盘里面的配色 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挑出它的 不实用的颜色 最浅色 最深色 跨度很大 颜色整体偏暖 然后又是大地色系的 里面又有跳脱的一点点墨绿色 这个咸菜绿 和这个酒红色的亮片 然后它又有很好看的偏光 还有最好看的就是它这个 打亮色 是这种香槟色 就是 做得好好 这这盘这个配色真的太好了 所以这盘我也是RIDAL DYE 真的RIDAL DYE 我就算扔掉所有的化妆的眼影盘 我都不会扔掉它 但这盘不太好买 它现在有出一个mini盘 你们可以去看那个mini盘 mini盘也是不错的 但是mini盘跟这一盘 完全没办法比 说到mini盘 我其实今天的礼物 我礼物里面有一个mini 就是这个的mini 然后眼线产品呢 我RIDAL DYE就很容易了 因为我几乎每一个视频里面 用到的东西都差不多 就是先用integrate 这个深棕色画内眼线 然后再用这个colourpop的mister bean 画我的下眼线 因为这个mister bean的颜色 是相对来说比较浅 上面这个深一点的棕色呢 是这个integrate 这个是我画上面的内眼线的 下面颜色浅一点的棕色是colourpop 它是画我的下面的眼线的 你用这种稍微浅一点的棕色 去画你的全包式的眼睛 眼线不会看起来 让你的眼睛缩小 就如果你用黑色 或者很深的棕色的话 会让你看起来又凶 然后眼睛又小 我是属于中庭比较长的人 因为我下庭跟上庭都比较短 相对来说 我中庭就变得比较长了 所以我比较适合画下面的眼影 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我的眼睛往下发展 而不是往上发展 所以我就是比较喜欢画下面的眼线 用完了这两个眼线笔之外呢 我还会再用一个眼线液 用到的是这个mult liner 这个是不是叫熊野之人啊 我老是忘记 日本的 这个已经是他们家的旧款了 他们家新款的包装颜色换了 但是还是这种多面型的包装 很深的棕色 它不是黑色 是深棕色 最上面这条 它是毛笔头的 是我用下来比心 相对来说弹性比较够 然后又比较细的 有一些弹性比较好的呢 就会有点渣渣的 这个不会渣渣的 但是它又够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用它来画我的下睫毛也是OK 我今天的眼睛也是用它画的 就是下睫毛也是 用这个画的 完全可以用来画睫毛 就是一定要够细的眼线 也比才可以哦 对 这就是我的眼线笔门 就是rattle dye 真的是不可以没有它们 然后接着就是我的睫毛夹 我最爱用的还是moji的 第一个它就真的非常方便 鞋带 它很薄 很小巧 掌心都不到的大小 它真的能把我的睫毛夹翘 因为我个人的睫毛是很短的 我不能用那种 就是流行的三段式的夹法 我一定要用 就是从根夹起的夹法 才能把我的眉毛 睫毛夹翘 所以这个moji就是我非常非常爱用的 而且我一般会夹好几次 夹翘以后呢刷睫毛膏 刷完之后我会再用它再夹一次 然后让我的睫毛膏定型 就会让我的睫毛看起来比较翘了 我用过苏库的 用过自生糖的 用过止损秀的 我觉得都没有moji的这个 让我的睫毛看起来翘 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接着说睫毛膏 睫毛膏的话 我觉得rattle dye有两个产品 一个是这个kiss me的睫毛搭底膏 它是里面有纤维 然后可以让你的睫毛比较浓密的 像我就是一定要刷这个 才能够刷下一步的睫毛膏 不然我的睫毛就会特别细 这个就是能够让我的睫毛 又翘又有存在感 这个是我不能没有的一个东西 而且它是我觉得目前用下来 比kate 爱杜莎那些的 我都喜欢的就这个 它刷头也很好刷 还是弯的 比较能够照顾到所有的睫毛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fasio的那个睫毛膏 我找不到了 但是fasio那个 其实我最近用下来 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苍蝇腿 可能我要换新的 但是你们应该见过 那个fasio的睫毛膏吧 我经常在试课里面说的 我很喜欢那个 修容呢 我想了很久 就是觉得 我如果只能带一盘的话 我会带的就是这个 too cool for school 没有想到吧 居然是这个 为什么会选它呢 首先它有三个颜色 它是从浅到深三个色的修容 然后它的每一个颜色呢 我觉得都相互呼应的很好 就比如说它最深的颜色有点深 最浅的颜色有点浅 但是如果你把这两个颜色一起刷 它就很适合用来刷鼻影 这两个颜色一起刷呢 就很适合用来刷侧影 整体一起刷呢 也可以用来刷侧影 就它非常适合就是混刷 然后接着呢 就是它的色调 我觉得是偏黄一点的 它不是很灰的那一种 但是这种黄呢 就是真的很适合我 我觉得我不是很适合 那种灰料很重的修容的人 因为我个人的上妆习惯 就是比较喜欢偏自然一点的妆感 底妆产品也好 还有我的腮红选择 还有唇破产品的选择 都是偏土一点的 然后这种颜色呢 在我脸上就会更和谐 我其实今天稍微有用它 打一点我的鼻影 跟我的侧影 我本来今天这个妆容是没有的 但是要上镜的话 一定要打一点 不然就很吃灰 就是非常和谐 它完全不会显脏 然后它的显色度呢 也是比较弱的 就不会中手 所以这盘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推荐 的一个修容产品 有了它之后 就PK掉了我很多手边其他的 它性价比又特别高 又很薄 很适合带出门 腮红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看心情的单品 但是我用的最多的 就是比较适合我的呢 就是豆沙色 然后我最喜欢的呢 是这个 Colorbook的Between the Sheets 然后它的颜色是豆沙色 我一般用它呢 就是用我的点彩刷去刷 它好清淡 然后你上脸的话 就是非常知性 就是它可以让你的皮肤的气色 非常好 就我觉得这个颜色是百搭 就没有办法挑出毛病 然后它又不是说那种 特别吐细的 然后偶尔你想说 画一画那种 很森女风的妆容 但是用太吐细的那个颜色呢 又会没气色 这个就不会 就是任何时候用它 都不会失手 我好喜欢这个颜色 这是我最喜欢的三红色了 然后如果说你不喜欢 这种膏状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粉状的 是这个 它们两个其实是同色吧 非常像 然后这个是LA Gold 是不是很像 但是这个是粉状的 然后那个是膏状的 看你进行选择吧 这个我也很喜欢 然后它超级大一块 但是这个会更持久一点 这两个我都喜欢 然后最后就是高光 高光的话呢 最喜欢的是Tom Ford的这一块 叫做Guilt Glow 然后我也是在今年的某一期爱用品里面跟人说了 它的粉好细哦 闪得非常高级 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爱的高光 就任何时候我都喜欢 它虽然说看起来是香槟精 但是某一个侧边就会又会看到一点点的偏粉 它好微妙的感觉 然后它其实是压粉状 但是它压粉压得很细 完全不会写毛孔 这是最喜欢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 也不太好买 然后我如果说能买得到的人 不要犹豫去买吧 这个是我最爱的高光 唇膏的话 我选了非常多种 有我先说哑光液体唇膏 哑光液体唇膏我最爱的呢 不能没有的呢 还是凯邦迪的Lolita 2 这个是在我上一次的 Rider袋里面就给你们提到的 我任何时候用都喜欢的颜色 它薄涂厚涂都好看 是一个赤桃色 真的太好看了 我最爱最爱的颜色吧 就所有的颜色里面 然后第二个喜欢的呢 是小钢笔的126 这个颜色就是一个红棕色 如果说我想要偏浓厌一点的 感觉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这个 今天所有的唇膏里面 最红的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质地也做得很好 它就算脱妆 它也不会说很难看 就是它会慢慢淡掉 然后这两个唇膏的质地 我都喜欢 就哑光液体唇膏的质地 我都喜欢 哑光的唇膏 是NAS的唇膏笔 然后色号我选择的是 Dochivita 我就是想要素颜的时候 涂一个颜色 就这个 Dochivita 是一个豆沙色 是个偏裸的豆沙色 它比大部分的豆沙色呢 上嘴的感觉都要裸 超级超级有气质 而且这个的质地啊 它虽然是哑光的 但是完全不拔干 也不会说 让你嘴巴看起来很不舒服 超级超级喜欢 我觉得唇膏的话 你们真的可以去看 我的唇膏的断舍里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我也口头上推荐了很多 我也有给你们试色 我觉得那个可能会给 不同喜好的人 更多种草的空间 然后我今天说的这些 都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几支 亮面的唇釉的话 我选择的是YSL的这一支 617 这个是今年的新色 比407的颜色 要更加的红一点 这样 在这里 它很透 这个就是我觉得 我嘴巴超级超级干的时候 需要用的一个唇膏 我一定要选一个 就是这一款 然后它是一个 有点染唇的效果的 用它了之后呢 你嘴巴就会有一种 自然的好气色 就即便你脱妆了 你嘴巴还会有一点点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 就是我个人很喜欢 走的那种风格 豆沙色里面 多一点点紫调 然后接着呢 就是一个 我最喜欢的奶茶色 但是它停产了 可是我还是要把它放进来 就是 刚好的Monica 这个 已经成这个样 然后Monica颜色呢 我觉得如果说 你们现在买不到了 你们就看个新鲜吧 在这 我最喜欢的奶茶色 它是奶油的 质地 所以它上嘴是偏润的 这个真的 我觉得它的质地 跟它的颜色 就是完美 配在一起 我最喜欢的 听场了 OK 然后最后呢 就是一个唇蜜 这个是我觉得 我一定要有一个唇蜜嘛 那我就会选它 这个是Foxum的风唇蜜 颜色叫做Dolly 我也推荐过 在今年某一期爱用品里面 然后它颜色是 牛奶粉色吧 然后里面有一点金色的闪 在嘴巴上面呢 很嫩 在这里 你看 然后它就是 你可以叠加在 你的哑光唇膏上面 会让你的哑光唇膏 看起来没有那么无聊 就会看起来嘴巴嘟嘟的 然后它有点风唇的效果 我就很需要 所以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OK 唇膏说完了 还剩下两个产品要说 一个就是 定妆喷雾 我会选择的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All Nighter Setting Spray 我其实没有找到 我可能也停止寻找了吧 就是我喜欢的 定妆喷雾 这个对于我来说 就非常好用了 已经用掉了 很多很多罐了 它喷头也很好用 定妆效果也非常的了得 就是 味道有点像口水 但是我不介意 对 就这个All Nighter 然后最后说一下 我最喜欢的隐形眼镜 都是Hitomis给我的 因为我们两个是战友吧 它经常给我送一些隐形眼镜 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呢 是这两个 一个是抹茶巧克力 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然后 抹茶巧克力 本人在这儿 然后另一款呢 是这个 齐肤力的人鱼一蓝 是这样子 就是它有点蓝 这两个呢 都是自然的偏绿 自然的偏蓝 这两个颜色 太水灵了 都好好看 就这两个是我 最喜欢的隐形眼镜 然后我 我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 我不喜欢有放大效果的 看起来眼镜很假 是Wanted的迷你盘 都是新的 我就不打开了 Fanty Beauty的 圣诞节的一个唇釉 然后 Colourpop Frozen的 这个唇膏 这个颜色很好看 Armani的小胖丁 400号 这个是我的最爱 小胖丁里面 我最喜欢的色号 红管唇釉 400号 Colourpop的 唇膏笔 这个唇膏笔 我做过 它全部颜色的试色 上嘴的试色 80%的颜色 都非常好看 只要盖出这个颜色 你们就发现都是一些很好用 很日常的颜色 送给一个人 Colourpop的 这个是一个唇部磨砂 以及一个唇膏 两支唇膏笔 Give Some More和Rise and Shine 然后Colourpop的 两个指甲贴纸 还有很厉害的东西 就Colourpop的刷具 其实这个是公关寄来的 但是我真的不会用 这个刷具 因为我自己是只用 动物毛的刷子的 然后它这一套呢 都是纤维毛的刷子 但它送一个刷包 我觉得应该会有人喜欢吧 所以就拿来送你们吧 都是全新的 我都没有用过 我会把它们分成五份 然后送给五个人 希望你们会喜欢 然后只要转发 今天这个视频 告诉我 今年你被我种草的 一样东西是什么 然后希望大家都拥有 更美的2020吧 然后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好 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内 说完 录了一个视频 然后没电四次 就是每个电池都没有电 它漏电了 就太长时间不用了 好像就会没电 哇塞 还剩下最后两个产品 相机没电了 然后我要出门 我好紧张 美妆博主经常需要 很多块电池 来吧 也不过去 去